大家好,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的亚东医院爆发了院内感染,现在已经证实有一名确诊患者死亡了 这是台湾媒体报道,在新北市板桥亚东医院周一爆发了院内感染,已经有9人确诊新冠肺炎 院方周二证实,医院有一名确诊者死亡 亚东医院5月17号,院内报9人确诊,立即对医护人员进行了第二次PCR筛检 5月18号公布的两位护理医师在二次筛检时呈现阳性反应,已经安排隔离病房 院方也加强了扩大匡列与防疫措施,预计周三,也就是19号进行第三次裁检 此外,院内确诊者出现了一例死亡 亚东医院证实,该案是9个个案之一,但非指标个案 该个案系高龄,86岁,且有多重慢性疾病 这也是华航掀起群聚风暴以来第一个死亡个案 亚东医院表示,因应防疫升级,即日起至5月31号暂停夜间门诊 若有就诊需求,请改挂日间门诊 这名86岁的死亡患者呢,是接触确诊患者被感染 他于4月26号到医院急救,27号住院,于5月17号14时死亡的 那我觉得你可以从这个死亡病例这个情况啊 这个时间你可以看27号住院 27号住院,5月17号又不至 所以这一次在台湾流行的这个新冠疫情是非,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是致死率,还有它这个传播性都有,有别于去年的那个新冠 应该是一个变异以后的新冠 而且这个,我觉得危害性更大 那出于对院内感染 那么亚东医院的副院长秋冠5月17号也证实已经在院内 已经是院内的传播链啊,造成了院内感染 所以院内这个亚东医院院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叫群聚感染 那你看啊,医院已经形成了群聚感染 那本来医院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加强这个防疫,避免群聚感染的 结果医院造成了群聚感染 让很多像这个老人一样啊,无缘无故的来这看病的 本来是想治病的 结果在医院被传染了 所以你可以看啊 你从这个事可以看台湾这个防疫到底是个什么水平 真的啊,我不是像海外华人 就说台湾不好啊 我觉得你台湾人自己你应该想一想你这个防疫 医院本来是第一专业 各种病毒都流行在那地区 对吧,那医院里面你防疫肯定是专业的 第二呢,本身就有控制 本身就有控制 结果还造成了这个医院的这个大流行 那你想想那些没有控制根本就不控制的社区 超市啊 甚至台湾那个议会互相之间不还是互相打闹吗 台湾这个议会我看就解散了吧 事实上就别开了 总统府你看看 就想想这个医院都已经成这样了 台湾其他地区呢 台湾其他的一些群聚地区 影院到底是什么水平 所以我说过 就台湾这个防疫水平 咱就拍胸脯啊 我觉得 大陆做的比台湾强 就这一点上 大陆那么多县医院 省医院 是吧 市医院 也没造成群聚感染的 大陆多少 大陆这面积不比台湾大 大陆有穷的地方 也有富的地方 穷的地方也没造成像台湾这样群聚感染 你台湾不是华人翘楚吗 我一到台湾 一接触那个台湾那个人 啊 我们台湾人怎么怎么样 你看你们大陆人是吧 老出现这种什么 疾病啊 是不是 互相传染呢 人多呀 那怎么这次台湾你守不住了呢 这么专业一个医院守不住啊 首先医生 护士 还有这些这个 我觉得就就台湾这些从业者吧 根本没把这个病当回事 不戴口罩 根本就没有按照规定来 有时候说台湾人 是华人里边最守规矩的 是不是 你看我们坐坐这个 坐地铁 是吧 不让饮食 你们大陆地铁 是不是 有些人孩子在地铁里撒尿 呵呵呵 你看我们台湾人 那这件事啊 能能显示出你台湾人专业性吗 我想问问台湾人 你们的专业性在哪呢 医院呢 那些都是专业受过的 都是持证上岗的 受过培训的 知道那个地方到底 是应该怎么防护 怎么对待这些病毒的 结果呢 造成群聚感染 破口还在医院 死亡的也在医院 社区呢 社区到底是啥样呢 我告诉大家 台湾现在有很多就是什么呢 他不去筛检 不筛就没有确诊 实际上早就在整个台湾社会流行了 我一直在提醒咱们台湾的网友 不是我挤兑你台湾人 你台湾在这件事上 你做的就不如别的地方 甚至不如大陆的 有一些 你说县级的乡镇的医院 对不对 大陆啊 人也多 地也广的 很多很难管理 但是你看大陆也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大陆呢 政府很快就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了 生产疫苗 大家打了疫苗以后 至少形成一个隔离网了 你再探台湾 就跟着美国买这个疫苗 美国最近又放出2000剂 2000万剂吧 哎呀 这台湾好像这下混 好不容易啊 从台湾 从美国手里能能争抢 争抢出来 也就给你个百万吧 能给你个一百万 这不错了 台湾我觉得 我估计百万都少 都多啊 估计也就是 也就给你个十 是吧 十万 二十万 就不错了 因为那么多全世界都跟着美国要的 那你看台湾在美国这 就为了这么一点点的药剂 跟着美国 像哈巴狗一样 而大陆生产的疫苗呢 可以给你台湾提供啊 你台湾就不要啊 就说大陆是疫苗不行啊 这是台湾现在一个什么状态呢 我就觉得就有一种歇斯底利 这帮整个台湾陷入一种 我告诉大家 就文革状态 文革当时不就是吗 啊 外边给给这个援助 我也不要 是吧 您肯要社会主义的苗 不要啊 社会主义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跟国际上脱轨 就是给你对抗 玩这种意识形态 像不像文革 你看看台湾现在 大陆疫苗本来可以保证台湾的 至少第一道防线吧 台湾2300万人 那一共才多少 才多少疫苗 大陆可以提供的 不要 就要美国的 啊 美国放出2000万剂 是吧 其他全世界在争 台湾也跟着争 给你个10万 8万的就不错了 能对疫情有什么影响呢 对台湾 还大肆宣传 你看那台湾媒体 头条 啊 我们从美国这 是吧 你看那个 驻美代表呢 肖美琴 啊 我们一定会跟美国 一定会要 要了一苗 是吧 是啊 要了又能怎么样呢 能解决你台湾问题吗 台湾是疫情吗 天天跟着美国屁股们混 什么他妈捞不着 可怜可怜 你给你10万8万 你台湾2300万 能解决啥呀 你看看台湾疫情 别的国家都他妈 打完疫苗了 台湾 这帮傻逼 台湾人 我骂你们傻逼 自己他想想 你们是不是傻逼 中国大陆 现在连他妈 最偏远农村 都打完疫苗了 巴西啊 那个国家 那么乱 都打完疫苗了 美国人都快 打完疫苗了 欧洲也快 打完疫苗了 摇世界看 我告诉你 连非洲国家 都打完疫苗了 中东 很多国家 也打完疫苗了 打的都是中国疫苗 就他妈 回来一看 就这个台湾 天天讲着汉语 跟中国经济 又最 是吧 联系最深的台湾 这帮傻逼 疫苗都不打 就跟人家屁股后面 要那点可怜的 人下 剩下点疫苗 给你了 对你台湾疫情 有帮助吗 疫苗 疫苗也不要 就他妈 不要大陆的 结果自己怎么样 现在自己 怎么样 我告诉你 台湾人 你不用再牛逼 你们死在后面了 我告诉你 这次流行这个疫情 这次流行这个疫情 传染率 致死率 要比以前强的多 你上一次 你逃过去了 给了你一年时间 你们不打疫苗 没弄出了疫苗 你记住 下面时间 不能留给你了 中国大陆 告诉你 大的省市 已经打完了都 早就打完了 全民打完疫苗了 美国更是 美国打疫苗 速度更快 这才是发达国家 才是真正大国 像你这个小台湾 你看看还翘楚呢 一般华人 连疫苗都没有 疫苗都没打过 没见过疫苗吧 你甚至还不如 中国一些边缘农村 那些混人 人家 咋的打完疫苗了 自己有个抵抗力了 你瞅你台湾现在 筛查不筛查 打疫苗也不打疫苗 天天有点耗着 疫情爆发了吧 我告诉你啊 台湾这个群聚感染 他就不敢筛查 他一筛查 那就大量的 你敢筛吗 台湾 你敢全民普筛吗 我想问问台湾人 你们敢吗 不敢 当然不敢了 普筛完了 台湾这个疫情 一下曝光了 台股大跌 都赔钱 干脆不筛了吧 大家天天看着台湾晚上晚间新闻 哎呀 我们台湾 南部万了 加油 新台湾 互相骗自己 我不记对台湾人 我觉得看我节目 很多台湾能听懂我说的 你台湾这个政治水太深了 跳出来 思维跳出来 别当那井底之娃 别天天包刮包刮 跳出来看看你们台湾 到底是个什么现象 就疫苗这个事 你现在世界哪个国家 哪个大国不把疫苗都打完了 欧洲打完了吧 欧洲现在正在打 人家都快打完了 美国呢 到五月底 六月份 你打完了 现在就美国 你看 积极的施打疫苗 整体上把这个疫情稳定住了 中国你也是 很快就快打 全民打完了 非洲国家都快打完了 南美国家更是啊 哪个国家 你看之前那个 叫什么 洪多拉斯 人家总统也不傻 赶紧跟中国要疫苗 就台湾傻不拉击的 就不跟大陆要疫苗 就不要大陆疫苗 死扛 就跟美国要那么点 人家一共就往外卖2000万剂 全世界那么多国家都在买 能给你吗 台湾 能给你个十万八万不错的 就就给你一百万剂 对台湾有啥影响吗 一百万剂 一共两两真吗 五十万人 五十万解决啥问题 两千三百万人 真的啊 你台湾得自己想想 想想你们台湾这个政治 政客把 把持着整个台湾 我觉得现在已经看出来了 根本我觉得是在祸害台湾 拉低台湾的素质 拉低台湾整个的水平 还不如非洲国家 真的 我觉得台湾 你们自己想想 你玩意识形态 玩文革这一套 天天就意识形态 跟人对抗 可不可笑啊 这全世界看台湾 像不像笑话 现在 那边印度啊 印度是什么国家 印度 印度已经那样了 管不过来民主国家 你看看 台湾现在 第二个印度 第二个印度 现在台湾 全世界看你台湾 瞠目接舍 哎呀 我们这地方都都开放了 英国 你看英国 马上英国也是 边境都开放了 阿林球 是不是 中东的沙特 人家逐渐逐渐 可以恢复 国际旅行 欧洲也逐渐 法国也快开放边境了 希腊现在可以旅游了 全世界都在好转 一下台湾 你看看台湾 全世界的媒体一报道 那台湾现在疫情这样 我他妈现在 我告诉你啊 他妈的 你现在记住了 你他妈的台湾疫情 别他妈说这是 什么往中国人 全世界好 他妈以为中国又来 他们疫情了 我们他妈中国人出国 拿你们台湾给我 是吧 一问哪来呢 中国人呢 是不是 你们台湾 是吧 台湾 疫情这么严重 不让你们入境了 是不是 弄得我们中国人 现在出国也困难 操他妈的 有时候台湾就这样 坏事就往中国人提 出国来 我是中国人 救救我 我他妈新冠疫情 然后好事呢 哎 我不是中国人 操你妈的 台湾逆子吗 你们是台湾逆子吗 是不是 你不是台湾逆子吗 这个事 你他妈也捋清楚了 你就是台湾逆子 不是他妈中国人 记住了啊 他妈新冠疫情 中国控制住了 你台湾没控制住